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明镜焦点带您来关注 即将在明天举行的两韩峰会 就是这里位于两韩边境的 反门店和平之家 明天上午将迎来韩国总统文在寅 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峰会 韩国对这一次的峰会抱以厚望 除了将发表韩战中战宣言 签署和平协定 并敦促朝鲜契合作为文经会的目标之外 清瓦台也全力展开国际宣传 塑造文在寅政府乐观进取的形象 希望能够扫除朝鲜半岛的核武阴影 事实上文在寅的和平想象 在韩国领导人之间并不罕见 韩国自1988年民主化之后 产生的七位民选总统当中 金大中 卢武炫跟文在寅三位自由派的总统 都以拉拢朝鲜来作为政治筹码 走下专机 热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握手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积极推动阳光政策 努力促成朝鲜半岛大和解 2000年6月在平壤峰会的这一卧 让他在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之后却陆续传出 他以金钱换取两韩和平的丑闻 让他在任内最引以为傲的阳光政策蒙上阴影 接续金大中对朝鲜的友善态度 2007年10月2号 主张包容政策的韩国前总统卢武炫 步行穿过北韩38度线进入朝鲜境内 乘车前往平壤跟金正日会谈 双方之后更签署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为两韩和平进程立下里程碑 但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在这两次的峰会之前 两韩领导人早就计划要会面 199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就曾经穿针引线 推动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永三 跟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会晤 双方都已经决定在平壤碰头 不料在峰会前半个月 金日成在7月8号促使 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成为炮影 尽管这两次峰会办的温馨 更高调签署宣言 但最终还是因为朝鲜政权的转移难以落实 重挫了金大中跟鲁武炫的政治声望 现在时隔11年 两韩领导人再次会晤 外界的态度相当两极 支持者首举欢迎两韩峰会 欢迎美朝峰会的标语 坚信只要透过签订两韩和平协议 以及美朝峰会 来确保朝鲜政权的安全 平壤就会愿意放弃核武 但反对者却痛批这样的想法太过天真 日本国上的西标保护 我们的美国和美国协议保护 美国协议保护 反对国外的美国政府 自动保护 如果家立保护 那么我们准备 自动保护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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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所以 damit保护 不不不不不不保护 然后我们的自由民主主 不久前金正恩才屢屢試射導彈 升高核武的威脅 一夜之間他卻又戲劇化的調整立場 順應韓國要求 態度批變讓人難以捉摸 而去年中上任的文在寅 則懷抱著兩韓和平的大夢 希望能趁著這難得的時機局勢 卸下朝鮮的核武威脅 也能卸下自己的歷史定位 兩韓領導人各懷心機 暗自設定的目標能否達成 韓戰後第三場朝鮮半島政治大秀 備受矚目 明鏡焦點記者劉欣整理報導